當然要表達很抱歉 很抱歉 進來的進貨的速度 事實上是慢 國產疫苗的部分 這當然是屬於我們本來的一個 戰略的產業 當然是國家要予以鼓勵 但並不代表他做的要 我們就非要通過不可 那還要經過相關的一些 提出來的數據的報告 經過專家的一個審視 那在之前我也不懂 不方便講說他會過 或不會過 那完全靠他提出來的證據 然後看大家的一個 專家最後對審查的一個看法 但我們絕對沒有所謂的 要護航 沒有 我們希望是國內能夠建立 這樣的一個生技的產業 疫苗的產業 但是它畢竟還是要 產品的本身能夠符合實際的需要 才可以 那在以往疫苗的採購 當然要表達很抱歉 進來的進貨的速度 事實上是慢 事實上是慢 那但是呢 我們也盡力的多方去溝通 那在去年開始的時候 在疫苗 當然有一些國家像美國 他們就採取了 最早在早期研發的時候 那全部都於獎勵 鼓勵補助 設立了非常大的一個基金 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它的背景 他們的生技產業 當然有一定藥廠的開發 有一定的強度 然後第二個 他們也針對他們自己的 疫情的嚴重度 所會做出這樣子 那台灣呢 我們在這裡面 就對於國產的疫苗 開始跟專家來探討 就是怎麼樣來發展相對的路 然後後來又選擇了幾家 我們予獎勵 但是呢 我們不是採用在最初期的 所有獎勵 我們是等到它進入 第一期的臨床試驗 再給予相關的一個講述 那釘釘分歧補助的一個辦法 然後有一些國家單位 採取超量的採購 那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採購 一個是國外的採購 一個是希望國內 疫苗能夠自製 那在國外採購 我們事實上也沒有完 我們大概在9月底 就立即加入COVAX的平台 10月底我們跟AQ簽約 那本來在1月6號 那本來有可能跟BNT簽約 可能會成 到後來就沒有成了 然後到2月8號 我們簽了Moderna 那這邊總共簽了1981萬劑 那另外也希望說 國產的疫苗 如果能夠後來 把這空缺補起來 但是我們對於國外的採購 仍然是持續的 那當然我們有像有一些國家 對於開始就簽上上億劑 或好幾倍的量 那當然也是跟它的背景的關係 就那時候的一個疫情的背景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是以適量的採購 作為我們在分配的一個原則 然後第三個 有一些國家用高價去採購 像在我所知道 可能有一些國家在疫情緊急的時候 就用超高價去做那樣的採購 不過那樣的一個背景的條件 在那個時候存在 但現在也漸漸不存在 因為現在整體的疫苗 都非常的吃緊 現後市場 幾乎什麼難以供應 這是供應的問題 那所以在這上面 我們還是極力跟每一個大廠 都維持聯繫 那上個禮拜 我有跟幾個廠 也有開過視訊會議 那了解一下國際市場的情況 那持續來做相關 後續的1500萬劑的一個準備